市長昨天視訊初期這個房財的工作匯報 然後還穿上了紅色的背心 那會不會也怕說被基層認為說沒有在新北坐鎮 其實卡農颱風在我沒有出國之前 我就隨時掌握動態 所以沒有出國之前我的房財準備就已經陸續續在開會 那這幾天在日本 我隨時隨刻 跟新北市的災害應變中心保持密切合聯絡 掌握卡農颱風的動向 那目前我相信卡農颱風的動向 我們不但掌握過一半 在昨天也開會做了一些訪問 那我回國第一件事情 一定就立即召開我們的航台準備會議 所以卡農颱風一切都在我的掌握當中 我一定會做好航台準備 讓我們新北市的災害能夠安靜 這個颱風現在比較靠近台灣的北部密室 那尤其貝貝這次又是屬於放棄決策 那我們到明明天會有機會 有機會放棄嗎 我想現在卡農颱風 我們一直持續關注它的路徑 星期一的時候 我也特別到防災中心 拼取各局處防災準備 而且昨天市政會也特別在機邀組合局部 做好各項的準備工作 那今天下午一樣 我們會到採訪中心 做三級強化的拍攝 同時會再次持續關注 最新的路徑跟公視雨量 那當然我們之前四個縣市 就已經有共同討論 會依循相關的機制 以及停班停課的作為標準 當然也會是實際的情況 我們會及時的聯繫跟溝通 來確定接下來是否會停班停課 我想我們下午會聽取最新的報告 那當然我們會持續的關注 另外當然一定要達到 停班停課的標準 以及後續是否造成 我們四個縣市市民朋友 在通行時候的各種方便性 以及安全性 所以絕對是以市民的安全 為最優先考量 市長 你看蔣市長跟蔣市長 因為這一次台風 只有到雞北北會達到標準 那蔣市長這邊桃園 是有可能放台風下嗎 你用了四縣省 他會不會就數得不錯 我想還是要看這個天氣預報 這次天氣預報 已經有一些資料看起來就是 未來幾天其實 雞北北桃的雨量都不會太小 所以我們原則上 還是盡量跟我們雞北北 同步作業會對我們的市民比較方便 那至於在風力方面呢 目前氣象局已經持續發布陸上強風特報 那提醒在北海岸還有東半部恆春半島的這一帶呢 都會有接近九到十級的強震風 未來明後兩天隨著颱風較為接近台灣 整體的風勢還會再略為增強一些 提醒的大家都要留意 那這段期間呢也是盡量避免前往海邊活動 以測安全 今天上午十一點半 氣象局持續針對今年第六號颱風卡弩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目前卡弩颱風是位置是在距離台北東方約510公里的海面上 未來將持續的往西北溪的方向移動 目前卡弩颱風的強度呢 還是維持在中度颱風的上限 近中西的最大風速是每秒48公尺 而它的暴風範圍呢也是有280公里 未來隨著它逐漸的往西北溪方向移動 將會暴風圈逐漸接近影響到我們的近海範圍 也因此呢目前的海上警戒區域就包含了台灣的北部海面 還有東北部海面 提醒這些海面上面航行的作業船隻一定要嚴加戒備 而在台灣附近海域活動的船隻也要多加留意這個颱風的最新動態 那我們從未來的降雨趨勢上面呢也可以看到 在今天隨著颱風逐漸接近的過程 北台灣的降雨累積增多 而在中南部這一帶的山區也開始有一些降雨增多的情況 至於到了明天颱風是逐漸的較為靠近 而且西南風在晚間也會開始逐漸增強 所以北台灣包含基隆北韓這一帶 是受到颱風環流的直接影響 而在中南部隨著西南風的增強 整體的降雨也會開始增多 而到了周五這段期間 颱風它在台灣附近是呈現一個比較緩慢的移動的情況 所以說呢在這段期間西南風持續的影響之下 在中南部這一帶的降雨持續 尤其平地的降雨也比先前還要增多了 而北台灣的降雨趨緩的程度 則要是到時候颱風遠離的速度而定 至於在外島附近的天氣 在澎湖金門馬祖 在目前為止大致上都還是以比較偏向多雲到勤的天氣 偶爾有一些外圍雲氣的影響 可能也會有一些降雨機率 那在明天開始呢 隨著西南風的增強 澎湖也會開始轉為有一些短暫陣雲的情形 一直持續到後續 至於在我們被封測的東半部這一帶 整體來說大致都是一個比較偏向多雲 然後氣溫比較高的情況 目前呢 在台東地區的長濱 還有在太馬里這一帶 其實已經有觀測到36度以上的高溫 那所以說在今明兩天 花冬地區還是要留意比較偏高的氣溫 像是或是被封沉降有一些焚風的情況 至於在未來 我們在短期之內的降雨趨勢 這是未來48小時的降雨趨勢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細節 也就是說到了今天晚間開始 北台灣還有中南部的降雨增多 而中南部地區呢 到了明天 白天大致上面還沒有比較明顯的雨勢 不過到了晚間開始也是增多的情況 至於在海面的風浪部分呢 我們也要提醒 目前呢 隨著颱風的接近 在今天到明天 台灣近海的浪高 是在逐漸增大的趨勢 可以看到到了明天 在我們的北部 北海岸還有東半部 橫春半島 以及馬祖這一帶的浪高 都可以來到3米左右 那甚至呢 在北海岸 東北角這一帶 比較接近颱風的 暴風圈的這個範圍呢 它的浪高 是可以來到4、5米左右的浪高 那至於在風力方面呢 目前氣象局已經持續發布 陸上強風特曝 那提醒在北海岸還有東半部 橫春半島這一帶呢 都會有接近9到10級的強震風 未來明後兩天 隨著颱風較為接近台灣 整體的風勢還會再略為增強一些 提醒呢 大家都要留意 那這段期間呢 也是盡量避免前往海邊活動 以策安全 最後呢 我們終整在這幾天 受到颱風影響的時程 各地的重點為大家 讓大家來參考 我們在今天 隨著颱風逐漸的接近 北部這邊風雨是逐漸的增多的 而在明後兩天 周四周五是台灣 颱風距離台灣最接近的時候 也因此要特別的留意 這種強風豪雨的情形 北台灣的降雨時間偏長 尤其北海岸是風強雨大的狀況 中南部在周四晚間 風雨也會逐漸增多 下雨時間比較長的情況之下 要防範大雨或是豪雨的狀況 那在周四周五這邊 我們看到後續西南風是持續增強的 所以中南部這邊的降雨 也會後續持續繼續的累積 那但是我們在周六這段期間 颱風是有偏向加速遠離的狀況 所以說屆時颱風的影響就會比較小 在北台灣這一帶的降雨也會比較減緩了 那東半部在這段期間來講 大致上面都還是要留意高溫的情形 我們補充這個颱風的路徑顯示圖 那颱風的路徑顯示圖的話 是可以看到在今天颱風逐漸的接近到台灣的 就是通過這個琉球北方的這個海域 那明天呢會持續接近到台灣 所以到明天深夜呢 大致上會來到距離我們最接近的這個時間點 那在它的暴風範圍的影響之下呢 可能在明天就是白天就有機會接觸到台灣的這個本島陸地 所以說在路景上面的評估的話 我們預估在今天的下午到傍晚左右 也是有機會發佈到路上的警戒 那一開始會受到這個路上的警戒的影響的範圍 大致可能會在整個北海岸東北角的這一帶 那後續這個整個影響的時間點的話 還是要是颱風它接近的這個程度而定 因為它在明天的速度上面會略微的減緩 所以屆時實際上面影響到的這個時間點的話 是會持續的去觀察評估 想請教就是預報員 那接下來的轉彎點會就是大概會在哪裡 就是大概在現在看起來那個氣象局是覺得說 大概在十元島北就是一百二十四的這個附近這樣子 那因為各國好像看起來好像還有再稍微一點點的預測 那不知道氣象局對於這方面的評估覺得是如何這樣 那因為它主要的導引目前往西北溪的移動的話 還是受到太平洋很高壓 或者是它本身處在它自己的這個季風低壓帶 那這樣子的影響之下呢 因為太平洋高壓導引的勢力是越來越減弱 所以它未來的移動速度是比較減緩的 那其實它在最接近台灣的這個點 就是我們這個明天的深夜這個時間點 其實在各個客觀模式的預估上面 都是有一些東西的這個位移 那可能要看它到時候整體在滯流的情況 那到時候會導引它往東北方向移動的話 主要是看它東側跟南側這個高壓勢力是不是有增強 那不知道我們有沒有比較可以補充的 好這個是我們的細節的路徑預測的資料 那可以看到這個是今天的晚間八點的時候 那到了明天 那這個是明天的整個落點的範圍 所以說呢其實它還是有一些分歧度在的 那甚至它整個分歧的方向是比較平衡東西走向 所以這也是顯示導引氣流的不明顯 那對於電腦模式來講的話 其實還是有蠻多不確定性在當中 所以我們還是要看它到時候 密切地監測它整體減速的情況 那再看它到底會距離台灣是有多接近的程度 那不過整體來講這個暴風範圍是有280公里左右 所以其實對陸地上面不管的東西偏移一些 都還是會有對北台灣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那也是要提醒大家留意